轮流闪烁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的程式是让LED红绿灯模组 上面三颗灯轮流的亮跟灭 连接的方式 我们采取的是LED红绿灯模组 连接的方式一样 各位同学大致上你只要递对负极 其他应该就可以直接连接好 但是各位同学在写程式之前要稍微记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的R就是红是5 Y用到第六个数位角位 G用到第九个数位角位 程式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程式的撰写 首先就是当绿器被点击的时候 接下来因为我们会用到的是LED的红绿灯模组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我们会用到哪三个角位 基本上在这边的话我们稍微做一下复制 好 这边我们会用到三个角位 好 分别是9 9是绿色 好 那6是黄色 好 那5是红色 好 那我们会用到这三个角位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轮流闪烁 好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需要使用到无限 重复无限次 好 首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是绿灯亮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让它做亮 好 亮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它的数位输出设为1 好 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下复制 我们有三个 好 所以我们分别是9 好 6 5 好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是绿灯亮 好 那所以其他两个就都不亮 好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绿灯亮的一个程式嘛 那在这边接下来呢 我们让它等待1秒 好 所以它绿灯会亮1秒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黄灯跟红灯分别亮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做这个整个程式码的复制 好 再复制一个 好 我们可以把它接起来 好 那这个呢 是绿灯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这是0 好 那这个是 好 黄灯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改成0 这改成0 那最后一个改成1 好 那这个就是红灯 好 那当我们按下绿期的时候呢 这个绿灯 黄灯跟红灯呢 就会轮流的闪烁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下绿期进行测试 好 那我点击绿期 好 那之后呢 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这个灯呢 就是用以这个绿 黄 红的这个顺序呢 做轮流的闪烁 好 那我…… 这样的图和糯 熟 好 那个旺序呢 好 那我先撒到 这个让子里面 好 你就能切成1块 好 那我看看